我们回到农村老家 结局一点 人到了一百岁啊 可谓百岁老人 这个 从古到今都是极罕见的 不是说没有 也不是说本来就应该少 而是我们人 他不懂这个自然规律 加上环境 一些所谓的客观的 而不是你主观的 主观的才重要 内心 这个是第一 能甚至占到70% 那么客观的呢 人没有太多的 无语则刚 像配套来的 甚至感召来的 那些都会受影响 随着你内心在走 那么人 在天年 应该在 一百二十岁左右 我们说六十一甲子 一百二十就是一个比较大的 循环周期了 如果按照皇帝内经 开篇第一句讲的 饮食 起居 有长 不忘劳作 等等等等 自己去读啊 我说完了 大家也不看了 这样的话 真的到了晚年 你还能 再活 而且 甚至牙齿 重新长出来 头发重新 变黑 面色 越来越荣光 就算 有什么意外 走了 那么也是 无疾而终 我们要提一下 这个无疾而终呢 有些人 就认为是 没有病 就死 这样固然更好 也是一方面 一层次 从身 身体 那么还有呢 身心灵啊 肯定不止身 那 自古 什么叫 好死呢 说求得好死 人 到了晚年 最重要的事情 甚至这一生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求得好死 因为你 死 能瞑目 能闭上嘴 对人世间 没有太多的 执着 挂念 那不光是为自己 为别人 也是挂念 放不下 那你就不能 太好的去走 因为更多的是 生前你没有完成 而还有一部分是你 比如说 希望子孙还好 你心里就是放不下 那么到时候 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没办法 只能在生前去锻炼 去净化你这个心 闻死剑 无死战 说 一个将军 好的将士 他走后 能够死在战场上 甚至他死的时候 还在他 把子排出来 运气最好的时候 怎么就死了 这就是好死 那如果将军 没有地方 没地方使 无地方使 那 这个活着就没有意义 风唐一老 李广南风 那文人呢 那在朝廷里就是 同样的 伟大 就为了一个 奏表 表文 就 舍生取义 以身殉道 不管文 不管武 那么 老百姓呢 当然 也是 什么叫好死 那就是没有 把身边的事都摆平了 家人 自己 那都很好 然后心 最重要能放下来 然后 走的时候呢 很多人 你看我们在农村呢 其实上两倍人 全都是农村 以前没有这些高楼大厦 最强调一个落叶归根 那你身在异乡 这叫山则吕瓜 颠沛流离 背井立乡 也是很苦的 没办法 但是 能有条件的还是回去 到了晚年你才懂 你心里总是又放不下的 是这个